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世界的第一人 到了最凶的时候 其实异道并没有参与 我心里就认为这是不对的 恶势是通过异道来消负存 现在的异道和以前的异道 判若两个异道 这个所谓的生态是一个伪命题 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先行者有可能成为先驱 有可能成为先烈 对 那又怎么样呢 纵然情怀是坟墓 我也义无反顾 一道CEO中堂 做客波士堂 精彩即将放松 三道新闻道 台经野人文 各位好 欢迎收看 由西班牙黄石油油 被第四特级出展 改来由独家冠名播出的 波士堂 我是袁明 今天的这一季BOSS 可以说是我们初行系列当中 一位不折不扣的这个老Paul 这个词我用的对吧 北京人可以纠正一下 我的这说法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你看 公开给马化腾写公开信 控诉他的软件被微信屏蔽 还是专车行业里第一个 向政府提出 反垄断调查的CEO 是不是很有斗志 大家知道 一道是所有的专车领域里 最早的 但是是最好的吗 是最强的吗 是最有未来的吗 这是今天我们要跟 一道的周总 好好聊一聊的话题 好 掌声有请 一道CEO周航先生有请 你好 周总 原来你已经站在后边了 是不是我们说的 你都听见了 听得好心虚 我都怕不敢上来了 有压力吗 现在都特别有挑战性的问题 您今天是怎么来现场的 我当然是一道来的了 你永远只坐一道吗 不 我当然不是 当然我还是会试一下 别的平台的车 你会试是作为这种 客户体验市场调查 对 对 对 坐下来你觉得 还是一道最好吗 那肯定的 你们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 好吧 我想问万一 试的时候发现 其他软件的车 比一道更快 你怎么办 对快只是好的一个指标 不是全部 车辆更多 可能接单速度更快 你到时候两个软件都打了 你是放弃一道 还是继续等待一道呢 看什么需求了 如果你是 即时性的要求很高 可能你对快 就有足够高的要求 这个时候你对服务品质 没有足够高的要求的话 你当然会去向于快的 所以有的平台 他就会把这个作为 他最重要的一个运营策略 所以你也默认为 觉得一道并不是最快的 速度方面反应的 并不是最快的 因为一道的很多机制设计 就不是为了最快而设计 这个说起来 就越来越有玄机在背后了 我只是好奇 如果你发现问题 你会马上写下来 然后直接打电话 给你的秘书 或者给你的市场部 让他们马上改吗 你是属于这样的BOSS吗 这么做是属于比较低水平的BOSS 高水平的BOSS就直接给马化腾 写信了对吧 说实话问题其实是蛮多的 你看我的微信 其实不是不设认证的 你知道吧 随便加 不用我同意的 然后你的群里面 就一堆人来向你投诉 所以说就是我 就是为了方便 让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你给马化腾写了一尊公开信 对 公开信的内容 有人可能没看过 待会儿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Pony你好 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自己 所有的弱者 我替他们发声 你有一个专车比驾软件 小应用 是本来想上传给大家分享 结果在朋友圈被屏蔽了 Uber也被屏蔽 神舟也被屏蔽 只有滴滴是个例外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滴滴 可以被分享 因为滴滴就是Pony马化腾的 然后你觉得这是违反 互联网精神的 对 你们大家觉得这封信 写的有道理吗 我第一时间的感觉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俩之间 做了一个扣 因为这个互联网 我已经看得太多了 我投资的企业 他们也经常碰到 他说这种情况 就是被屏蔽了 就是就周航的话说 这是一个弱者 普遍碰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人 不会像他这样发出声音的 觉得我们做 我们就算发声 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发声呢 我觉得你这个是沉默的 大多数都会有工作家 反正我说了也不算 对不对 我们就不说了 可能你说的那种老炮精神 是不是啊 就是我选择战斗 不过我们看一下结果 最后他这个 他这个应用又被通过了 所以说明这个信是有用的 说明马化腾不够坚持 这个很难讲 我的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我现在得跟大家说一下 这周航其实是一个 特别好的老好人 大家都叫他杭叔 如果是杭爷 那大家知道他很霸气 但杭叔大家觉得 他觉得他是个好人 他可能是被逼到那个角落里边 就这样的反刚出来了 对 反其反击了 是这样吗 那倒不是 我们不是说一个平时就很软弱 然后被逼到墙角里了 说这个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 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勇敢的 杭叔我想问 您为什么不直接就跟马化腾 发一个私信 或者直接跟腾讯的人 发个信息呢 为什么要选择在微博 这个平台上 微信上不是天天就可能说 您的内容已经被删除吗 但是这个微博发呢 是跟微信平台没有关系的吧 对吧 你觉得是一个符合 公众利益的事件 所以应该有一个公开的平台 而不是私下给马化腾 打个电话说 哥们算了 我不是求他 我不是求他放过这一个 这一个说实话 这一个小软件本身 被不被屏蔽 对一道的影响没那么的大 OK 它不是我们业务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更是要代表 我们背后的一种主张 而不是就事论事的解决 这件事情本身 你的主张是什么 互联网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开放 平等 共享 权益 当然是你自己的 你是开发者 对吧 你是运营者 但是在治理规则上 它当然就有公共资源的 治理属性 它就需要有公共参与 所以从这点来说 它必须要符合某些 普世的价值观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既然是规则 那它就必须应该是一个 公开 透明和平等 对待的规则 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 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 他的观点 先举个手说同意吗 好 卢家不同意 为什么 我是认为这些做法 对 不应该是周航 作为一个企业的 这样一个领导人 他的一个 CEO 不应该就直接 他的一个做法 那么当你面对政府的时候 我们看到 现在其实滴滴 和政府的周旋 它如意得水 神州也会卖谋 但是你面对政府的时候 你就往往剑拔奴章 这个一波云天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会不会影响 未来义道和政府的关系 如果您从一个现实的 得失的角度考虑 那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一个人 不能什么事情都只从 得失的角度看 有得 有失 不无法抉择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从是非 我现场做一个测试 这个打车比价软件 你们觉得有兴趣吗 要看的举手 看来由于屏蔽 你们大多人都没看着 要不要试一试 这个软件给我们看一眼 专车比价 如果从南祥英路 到花园酒店 好 预估结果 4.8公里做滴滴醉片 这不是给马化腾当广告吗 那为什么还屏蔽呢 所以我们做的 很公共的东西 你要是选个机场 我要选机场 你从迪斯尼选到欢乐国 这么远啊 没错 来 看一下 一键比价 开始 一道就变了 就越远的 用一道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设定好的吗 不是 这本来是实际情况嘛 对不对 就说这个一道这个事 我觉得马化腾还不错的 马化腾小马哥 还是很快就给你回来封信 他就不错了 来看一下大屏幕 马化腾说 看到周总的信有误解要解释 我这个是团队回复 因为这是涉及了诱到分享 触发朋友圈保护机制 要去掉 对 好 这是他的一个规则 游戏规则你触发了 第二个是下午五点钟收到了 然后三十九分就回复 处理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 第三点 他是滴滴自己在六月三十号 一样被处理过 OK 我觉得还是蛮有点这个 Fairplay的精神 蛮公平的 但是你不满意 已经不错了 但是回了这封信 我们号数很不满意 又给他写了第二封公开信 马总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非常令人赞赏的 反应速度这么大的企业 做CEO 对这么一个具体的事件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去做回馈 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但是他所说的这一二三点 全都不是事实 这是问题 这团队 这Pony被团队误导了是吧 包括他引用我们的截图 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次 做的事情 好吧 有人觉得他这样发生 是没道理的吗 微信是我的 我当然想关谁就关谁了 我又不是一个公益平台 当然这是他的那个规则 这是他的权利对不对 对对 对他的规则 然后你既然在他这个平台上 就应该接受他的规则 对不对 我的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我只能说同一半 站在一个纯粹三个页的角度 就是你可以选择来或不来 那么这个也就导致了 原来很多人没做APP 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说 不行我要做APP 我要绕过马化腾 不是因为这微信生态圈 太可怕了 对 我不能全基于这个H5 这个东西在这场玩 未来的话我会被他玩死 他说怎么玩我 就怎么玩我 他不是变成不是老板的老板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我建议的观点跟他们一样吗 对 我觉得他们的观点呢 就是说更多的是 从这个商业生存的角度 小公司怎么去和大的公司 博弈的这个角度 但是呢最高层次的东西 我想周总呢更强调的一个概念 是说一个公共意识 当你的平台足够大 你是公共产品 你需要承担公共意识 那么说明呢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方面的 这个整个意识的发育 还非常的弱 这是最大的问题 来 周总你觉得 谁是你的指引 我觉得这位女士 年轻是一个指引 说得非常的好 可是五年前没有微信 我不知道你是跟谁去抗争 五年后也许微信更大 也许出来一个比微信还大的东西 你还是会抗争吗 那当然了 就是微信首先 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是个非常伟大的产品 这是个世界一流的产品 产品是无话可说 而且一个小公司 也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巨头 难道你成长为一个巨头的时候 你就要变邪恶了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有可以去 肆无忌惮地变成一个邪恶了吗 来 现场的观众 现在到了你们来投票决定的时候了 周航 刚才以一己之力 对抗微信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并不是出于商业的私心 更多的是出于 捍卫互联网精神的攻心 这一点有没有打动你们 打动你们 请给他亮灯 不要担心自己的微信号会被松了 担心 不至于 好low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 OK 二十四站 那是多还是少 过了二十站 你是可以坐在红沙发上的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 这几乎是有史以来 我们投票票数最低的一次 你怎么想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选举呢 一定不是说 我99%的得票率当选 一定是51%对49% 陈先生 你赶紧坐下来聊吧 我来问问看 今天现场的几位即客 你们用过哪些这种 专车出行的方式 我都有啊 都有 我基本上全都用过了 而且易到我应该在大概 11年12年的时候就在用了 那你非常早 对 但是后来我改了 我改用神舟了 这倒是很有意思 我神舟原来用 现在我根本不用神舟 我跟你正好反过来了 因为叫不到车 没有车 但是各种软件里边 我是唯一的一个白金卡用户 就是他 易到 所以你用的还是用的 时间倒不是特别长 可能有两年的时间 那我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充值反线 反的很厉害啊 通过易到那个软件赚了多少钱 我没有赚钱 我在花钱 那怎么不赚 你充一万赚一万 难道不是 好吧好吧 阿润也是因为这个才用的 我赚了一个电视机而已 我在易到的发票额度 应该是超过10万的 哇 哇 说了那么多软件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知道 易到啊 我们刚才说到是 中国最早的这个打车软件 但你们知道他有多早吗 2010年 10年就开始 这么早 10年5月 那个时候还没有Uber 还没有微信呢 Uber比较晚 这个很了不起啊 就是说 所以你是全世界的第一人吧 哎呀 这个也没多大意义 这但是你拍脑袋 怎么想出来 这么一个天才的 idea的 因为我以前特别害怕来上海 因为我觉得老的红桥机场 那会儿一出去排出租车 一排队要排一个多小时 转好几个圈 就因为这个 我就是能不来上海 就不来上海 然后我就在想 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种 就是为商务人士提供的这种 我们当时叫短租服务 所以当时不叫专车 叫短租 不叫 我觉得我们第一版叫 中国商务用车 什么服务平台 你当时有没有一个梦想 它能做成多大 市值有多少 没有 你知道那时候 我跟你说 我第一次说 我从来谁都没说过 我说我这一次 如果能够在五年之内 把这公司做成五亿美金 我就很开心了 五年之内做成五亿美金 对 知道了吗 那当然了 现在是十亿美金 当时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投资者 他就说你这个事 至少是一个billion的事 十亿 当时我心里还讲到 你真是恭维我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人都是需要 这样的一些动力的 因为我第一笔 我们94年创业 找谁借钱的 找我当时的姨父借钱 他借了五万块钱给我们 当时我姨就觉得 你怎么借钱给他们呢 他们这两个小孩怎么 当时五万块钱挺多钱的了 对吧 说多不靠谱 然后我这个姨父就说 我觉得周航以后 能成为一万富翁 后来我才知道 过了好几年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是个 莫大的鼓励 他怎么能这么看好我呢 后来我就会觉得 现在其实人都是需要 这样的鼓励的 所以你要让他给他按说 你未来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 能够做更伟大的事 说你值一个鼓励那个投资人给你投了吗 没投 这个投资人算是没眼光吧 上来 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他有自己的考量 这么说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不投是正常的 政策风险太大 那时候并没有知道 外标是我一个人不知道 还是大家 应该还没有补贴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也很量也很小 影响力也没那么的大 那个时候主要是哪些人 比较关注我们呢 可能就首先投资界的人最敏感 他们可能会马上关注来用 所以你很快就融到资了吗 融资很容易 最开始对我们来说 就11年我们就融了1000多万美金 就A轮的时候 融资也很容易 市场也没有竞争对手 你甚至都不要花很多广告费吧 对 所以这样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一直持续到哪一天 其实也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 你融的钱越多 别人对你的期望值就越大 然后你虽然不怎么花钱 但是你的成长速度又不够快 所以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 其实那个时候市场 还没有兴起这样一种 用打车软件的风潮的话 这种习惯美联网的习惯 对 所以这市场 这块蛋糕不够大 我记得有很多原因吧 一方面那时候 三季都还没有那么多普及 那时候还是弄家的天下 对 然后移动支付也没有 而且当时订车是打电话的 对 很多都是打电话 不用那个 那个时候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量很小 就是说成长不够快 那那时候你满意吗 创业到今天是没有一天是满意的 永远都是在焦虑之中的 不是对发展不够快的焦虑 就是没钱的焦虑 然后就政策的焦虑 然后就竞争的焦虑 然后就团队的焦虑 就没有一天日子是好过的 您说发展不够快是你一个焦虑 所以你是不是要感谢一下滴滴 或者其他的一些打车软件 把这个市场给炒起来了 本来是发展挺缓慢的 突然间一爆发了 大家都爆发了 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你找了个你恋爱了 你可能很甜蜜 也可能很痛苦 对吧 因为没有甜蜜就不会有痛苦 那哪段时间是你最痛苦的时间 去年 去年是整个市场开始大战的那一年 光普天那些市场上烧掉了200多余 那客户很开心 像我们用户特别开心 你们打架我们开心 你知不知道 有一本书啊 我自己推荐一下 就哈尔耶克的叫《通向奴役之路》 看了吗 我自己推荐你们看一下 是谁被奴役了呢 是我们吗 被掌握了 是被奴役了 被刺激奴役了 烧钱烧得最凶的时候 其实一道并没有参与 完全没参与 我心里就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说它不是个正常的商业 一个正常商业不应该是这样去做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无力参与 这是说实话 200多亿 我们去年才招了几个亿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从亿到是市场的 最早的一个领跑者 一直到了2015年 这个市场份额变成什么了呢 第一名当然是低了 85.6 这是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数字 这个数据当然也不准确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数字 第二名是Uber 15.4 第三名是神州专车 10.7 亿到是6.4 加一块不是百分之百啊 你算过吗 真的是好神奇 这就跟咱们的GDP一样 每个省都说自己 我服了你了 到底市场老大比你大多少 目前来说应该有十倍 老二比你大多少 老二看算单量还是算收入两个 你怎么算都行 如果对我们最有利的算法 其实我们现在在收入上是老二 你的收入是老二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我觉得他贵 他在价子 其他评价都不需要处置吗 因为你有充值 所以你现在收入当然是挺多的 那么覆盖率你是老几啊 覆盖我们肯定是第二 我觉得客户评价这是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也应该是老二 我最近几天都睡挺好的 这个事情也不意外 因为很早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一直在谈 又不是今天才谈的 所以让你们需要医大的存在 来请你们支持我们 他站在异道的立场嘛 投资界也更关注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 只有一道可以被投资了 所以说这两天 有很多的投资的朋友来找我们 良性的竞争 不是为了把对手干死 用户需要竞争的存在吧 司机更需要竞争的存在吧 这会儿我相信大家 从可能从未如此的 有这个感受 就是有选择是多么的重要 我挺祝福他们的 对 我觉得他们 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而且两位特别还是女孩子 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又做好了 很好做好了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他们是中国的年轻人的榜样 你现在面临的一个 什么样的格局呢 就是你的两个竞争对手 都是两个女性 作为女性 我觉得现在女权势力 也在这个注册行业在抬头 那么一个 而且是柳氏家族嘛 一个是柳青 一个是柳珍 你怎么看这个威胁和竞争 你觉得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 是天使还是魔鬼 其实我跟他们俩的关系 都挺好的 就是柳青在高盛的时候 也曾经来投过一道 也要想投一道 然后柳珍呢 就是我们认识就更早 柳珍在去Uber之前 是一道的忠实的用户 我跟她老公是好多年的朋友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还要请他们两姐妹 那边他们的 一个也没去滴滴 一个也没去Uber 然后我就拉着他们来一起 我们要一起来聚会 结果这个聚会到今天也没组成 因为他们一个很快就去了滴滴 一个很快就去了Uber 那这个Uber的干爹是 人家俩干爹呢 对 BAT 是那个百度 对吗 然后神舟的干爹是 联想 柳传志 你的干爹是乐视 我有个干哥哥 我没有干爹 比干爹谁大 你觉得能代表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我觉得当然不能 不能还是要靠一个企业 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管理团队 自己的vision 那么包括他是不是会在关键时点 做对或者做错 所以干爹和干哥 我觉得50%以下的影响力 但是50%以上的影响力还是靠错 我不大同意 OK 来 听听你的观点 无论是干哥 干爹 还有干姐姐都非常非常地重要 举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会认为 就是这个干的哥 或者是爹那么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竞争的机制 是不够的 很多时候被垄断 或者是被特别的利益 或者是被某些 我觉得周总也在意的一些东西 都会被capture的 实际上我是真正的行业内的人士 周总在刚开始创业 10年到一到的时候 我是他的供应商 你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们 我们将近有20辆车 装了您的软件 我很早的合作商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热烈地握个手 然后他就叛变了 我跟他握什么手 他现在坐电动车 你说说看 为什么干爹或者干叔 或者干哥 干姐那么重要 因为他的想法 决定了这个平台要做什么 我们也看到乐事的他的方向 其实已经和一到的方向 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平台现在烧钱 看着好像烧得很火 不烧了之后 大家再做什么 就露出一个端倪来 就是干爹的意志到底是什么 对 干哥哥的意志到底是什么 当然大家会有很多的本质的差别 你觉得干亲重要吗 其实是蛮重要的 说实话 如果对现实的生存来说 其实是蛮重要的 第一 第一有没有钱 有没有足够多的钱 对吧 给你花 随便花 对对对 还有就刚才说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 滴滴在微信平台上几乎是通行的 最开始怎么起来就发券 在微信平台里疯狂发券 对吧 如果没有支持 你怎么能发呢 这些都是无形的一些资源 就干亲背后的这个势力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问一下 这个10年的 15年的10月20号 是7亿美金 70%控股易到 对 这7亿美金到账了吗 我觉得可能没到账 不知道怎么补贴就停了呢 也没停减少了 减少减少 没有 刚刚也了 这个我知道 这个阿润充值以后 就拿了一台乐视电视 这也算 这也得折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乐视 是通过易到来销库存 对吧 电视手机什么都算钱 这个7亿美金 其实到不到账的话 我觉得倒是次要的 在于它内心 其实当它接受这个时候 它心里应该是很难受的 那当然它不是 我觉得也有心情很复杂 杭叔你需要餐巾纸吗 需要 那来接北风吹的音乐需要吗 北风吹的情绪是吗 你们都是这个OK 都是坏人 都是坏人 就是说首先 这件事情解决了 公司还能够生存下去 这件无论如何 也是高兴的事情 当然有失落的 就是说你创立了这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从此以后开始 它就不是你的了 但是我觉得新一代的互联网的创业者 对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在乎了 因为我们创业的机会还有很多 所以说一个公司 是不是你拥有它 可能不像以前 那些时代的企业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说 我能不能把这样一件事情做成 把我之前的这个初心 把我当初的这个梦想 能够继续实现下去 我也正是因为还有这样的信念 我才会坚持 如果是被投资并购了 理论上来说 我其实可以不用留在这里了 那你的初心和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当初 我就无数次的经常会回问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做这个事情 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这个愿景今天实现了吗 如果实现了 可能我就可以很安心地离开了 我就是因为觉得今天还没有实现 就像刚才各位说的 还有那么多的吐槽 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 还做得不够好 我已经 我还有很多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如果哪天各位说 一道太好了 有了一道以后 我的生活从此与众不同了 以往不同了 其实我就可以安心地 再去做一件新的事情 太多地考虑理想主义 然后给自己的束缚太多 当然他也勇于创新 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卖给乐视 然后现在的一道和以前的一道 判若两个一道 他也敢做 但是就是说他应该做的 那个十点的把握完了 我觉得你这说的特别有道理 你看一道一路走来 周航的融资是不少的 什么协程 还有什么 联想也投过吧 对 但是每个股东 在他的这个股权结构里 都不超过10% 也就是说这样很公平 这公平的结果 就是保证了 周航一个人说了算 因为你是绝对的控股 可是呢 也有评论说不好的一点 就是说一旦一道出事了 谁都不愿意伸出手来救你一把 因为他只有10% 不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 这是反思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资本安排上 就是说过去那种 看起来很精巧的一种安排 其实说在 反正另外一面的时候 它就是个巨大的弊端 我觉得周总这个 从企业家的角度 他缺乏安全感 他觉得用一个制度安排 可以让自己很安全 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呢 要愿意冒特别大的风险 然后完全得豁出去 他到了很晚 才有了豁出去的感觉 但是可能那个10点 就a little bit late 您对我的分析呢 我不是很同意啊 就我是一个 特别有安全感的人 在我的眼里 这世界不坏 就没有什么坏人 我觉得说到这儿 我们有点像周航的这个 有点批斗会或者反思会 我觉得对于 可能对于我们创业的人 或者电视机前 这些观众朋友 会特别特别地有帮助 这个复盘当然非常有价值 其实我们正在做 这样一个很系统的工作 我们正在跟一个 很著名的记者合作 写一个案例 对 就是把 写一本书吧 这个要内部要血淋淋地 把自己过去的五年 全面地反思下来 会着重选哪些方向去反思 融资 融资 团队 竞争 面对政策 这几个大的几个方面吧 就是谈到融资的问题 这次乐视进来 我作为你的用户 我最近惊奇地发现在你的商城上 有大量的充施着乐视商品的东西 然后后来再回去看的话呢 你们希望做一个生态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咱俩就是一个点赞之交 就是一个打车之交 你真的对我有那么大的年性 我一定要在你这里买那么多东西吗 就是这个所谓的生态 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俩之间的年性有那么强吗 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尝试的过程 有可能过两天 商城这个方向不对 可能换了别的 一到在这样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这种烧钱式的竞争格局中 它必须得寻求战略的突围 商城在我们来看 其实是非常小的方向 不是说在这样一个弱的关系 弱的场景之下去卖东西 我认为这很显然不是我们突围的主方向 突围的主方向正在做 可能过一段时间 您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2月25号 有一个内部的任命显示 乐视的CMO彭刚是担任了一道的总裁 乐视的高级投资总监孙可 是担任了一道的副总裁 作为你的师妹 我就替你担心你是不是被架空了 这个问题也只有师妹才那么关心 其实轻松了很多 真的是轻松了很多 我对这种状态是感觉非常高兴的状态 所以说我今年非常欢迎他们来 包括今年我们附近引进了他们 还从阿里引进了新的COO 我觉得一道在过去的五年中 很大程度上是团队一直没有得到快速的进化 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形成真正的合伙人文化 就是过去虽然我们有合伙人 但是合伙人相对来说股权的比例比较小 然后可能跟我之间的真正的对话关系 还不是平等人之间 合伙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 还是可能是类下属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重大的决策 其实是不利的 就是这个公司其实需要真正的 背靠背的合伙人 因为原来你一个人的这个 顾得才太重了 对 当然也很强 我觉得一个人的公司 永远是不够的 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公司 就是说如果你很英明 你决策效率很高 别人都听你的 你可以快速地走 但是如果你做错了 你可能半天都爬不出来这个泥潭 比如一道吧 14年C轮那顿融资 我们其实可以拿3亿美金 然而我们没有拿 当时就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钱 当时我们就奔着盈利的方向去做了 其实对整个未来竞争的血腥的程度 没有足够的预见 其实当时甚至来说 还是一种鸵鸟心态 说对手不敢低价 对手不敢怎么怎么样 还找了很多这样的理由 这个态势就逆转了 如果我们当时融了3亿美金 那后来7亿美金就没那么容易了 后来的合并也没那么容易 对刚才上次周总把融资团队竞争都讲了 能不能讲讲政策 说到政策你也是写过公开信的 其实我觉得政策 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说实话 去年滴滴快递合并的时候 我们就向商务部举报过 关于这个反垄断的问题 我们也向发改委提起过 关于不正常竞争的问题 任何创业者在今天 其实良好的政商互动 还是很需要的 你不能说这一切跟我没关 或者说这一切我打不破 我就不做了 你去试试看 一个一个脚去突破 也许有一天你会看到 这个天篷上 密不透风的天篷上 被戳出了很多洞 露出很多阳光 不过我也很同情周总 因为先行者 有可能成为先驱 有可能成为先烈 对 那又怎么样呢 纵然情怀是坟墓 我也义无反顾 来 谢谢 来 请站到这儿来 因为我这个 我还能站起来 对 你要看一看 现场的这个观众 他们对你刚才的 这个心路历程的阐述 有没有被打动到 你们还是爱周总的 还是支持一道的 请亮灯 哇 每个人都那么地爱你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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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室 绿色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嘛 它本身就是情怀 我觉得还是比较多 很多的绿色 然后这些画都是真的 充满一个后期心 后期预期想起来的人 因为我对天文还是蛮感兴趣的 和已知的世界相比 就是未知的才近乎于是无限的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仰望一下星空 就是你可以摆脱一下 凡是俗世的这种困扰 寻找一种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来看 可能有一点白羊做的火爆脾气 我们不在乎这一点 因为我们忠实的是他的才华 我们应该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的每个人都是一个 鲜活真实的人 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也是工作 周航太心机了 他会做好吃的 跟我跟杨云吃 所以我俩都至今没有减下肥来 好吧 我就给大家炒一道菜 让大家尝尝吧 现场我们准备了原料材料 周总一边炒菜 一边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好不好 配合一下 料酒 料酒 淀粉 先喂一下 喂一下 要喂够一下 我们来切别的 我来我来我来 你看我现场居然找到一个搭档 特别好 我总觉得一个男的站在另一个男的旁边 这样不是很好 这不是很有CP感 这有什么不好呢 你这关键太薄手了 好吧 这个为什么你把猪肝切得那么厚 猪肝要切厚 大片 不能切薄 大片厚的 但是你是不是得火特别大才能烧 火旺才能烧 不不不 我们就要热锅冷油 你们俩热锅冷油 你这个做饭是因为有了太太有了孩子 所以才肯养起来的爱好吗 是小时候 我爸天天上井 我妈医院导班 所以我们就天生就要做饭 所以你从小就会做饭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做饭是一个我们家特别好的交流方式 就是父母做饭的时候 我们就在旁边一起 聊天 聊天 我们家有一次我妈去医学院进修去了 就我们仨男的 然后我们家怎么吃饭呢 就我爸养了一缸的扇鱼 做扇鱼 就是没人就蹬两根出来 没人买菜嘛 没人就蹬两根出来 等我们都会 这个还有什么商业上的问题 可以接着挑战 这个时候挑战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这时候他容易说实话 他容易说实话 对 要然就切到手了 来 谁是大厨啊 让他你别照须 大厨在你 你是打下手的 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快问快答 他一把秒在他炒猪肝的同时 可以问各种问题 在家里你的家庭地位排名第几 我们都还是很独立的 因为我跟家里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 一年有两三个月 工作和事业平衡方面 你给自己打几分 干嘛要平衡呢 它本身就不是对立的两面 可是你现在这样一年有九个月在工作 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这样我跟他们待一起的时间 反而是个很高密度的 有一天离开那个一道之后 你做什么 最终我一定会去做一个经济学家 赚钱都不能让你开心 那你开心的事是什么 有太多事情比赚钱开心了好不好 赚钱只是让你更开心的必要条件 你自己有没有开过一道专车 当然有了 你的车容易打到吗 现在少一点 你钱很多 最佩服哪个经济学家 其实国外我很喜欢一个 非专业的经济学家 他以前写过一本小册子 叫《一堂经济课》 这也是我们后来创立 人文经济学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创立人文经济学会的目的是 为了向大众去传播经济学知识 但我来看经济学知识 本身并不重要 而是培养大家的这种独立思考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周杭今天要炒猪肝 因为他老婆今天生日 生日快乐 你要对你的电视机前那一头的 太太说点什么吗 嘿呦 嘿呦嘿 干嘛呢 这么为难 就是我今天早上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我说我们已经认识13年了 这么久了 然后呢 就说给他说了个生日快乐 13年就变成了家常菜了吗 难道 哪个 是家常菜啊 来来来来 先尝一下 我的心里很忐忑啊 因为完全没尝啊 很嫩 很嫩 行吗 真的吗 有味道 严加多了 就是我就放错了 那个可能把它当那个什么了 但是很好 炒得很鲜嫩 你们尝尝 那就是对不起了 来 遗憾就是经常下语的 行不行 到底 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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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插个问题 当然你在1994年就创业了 当时呢 你从1994年到2010年 一直在做专业音响 我自己是发烧友 对 所以我非常的尊敬 就是一直愿意做专业音响的人 但是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 你的初心和你的愿景是什么 94年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初心 我们家可能有这种传统 就不要待在一个大单位里面 就是没有意思 就是去闯一闯 其实具体做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梦想 那最后那个公司卖给别人了吗 没有 现在做挺好的 它也快上市了吧 你们现在去查一个叫天创舞 我觉得创业是很自虐的一种行为 为什么就一拍脑袋 我就投入到这种 这个时候都恨不得 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一看 说这是在我的基因里的度标 我之所以上长江 这都是因为我30岁以后 就开始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茫 我开始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我觉得我很失败 很成功嘛 那时候已经很有钱了 那是世俗意义的成功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欢迎回到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迪斯特级猪炸改烂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波士堂 欢迎登陆一彩网一彩客户端 收看波士堂同步视频 节目花絮嘉宾观点 分享参与评论互动 留下您的精彩点评 更多波士堂的提问互动 欢迎来到澎湃新闻的问吧 关注微博电视 参与话题波士堂互动 有更多惊喜等着你 请关注屏幕下方 波士堂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然后我的什么都不好 就各种不舒服 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这种 到底人生应该怎么过 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和痛苦 长达五年时间 我曾经以为 我可以放松下来到加拿大去 然后过了一个很悠闲的生活 很多人说我想40岁退休 对吧 说好像似乎要把它当做 一个人生的梦想 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非常清晰地知道 那样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我的人生的目标 因为我实在太无聊了 我可以跟着一个树叶 看它飘下来 可能有一两分钟 等它从飘下来到落地的这个过程 然后再数第二片树叶落下来 对 然后再数第三片树叶落下来 我就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一定要回去 所以你那时候觉得 你内心有冲动了 对 但是你冲动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你要干嘛 非常的迷茫 列过十几个东西 说我要干这个 干这个 干这个 各种可能性都有 我要想干好 我只能选择一件 舍弃所有的东西 只能选择一件 你是做选择 做取舍的时候 有哪些关键的要素 我觉得就三点嘛 你想干 能干 可干 这三者中间有个交集 它叫该干 那听起来 易到是一个 灵机移动的一个项目 没有没有 我也有很多 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 那时候我07年 就想做移动支付 那时候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很好的一个 互联网的创业者 我们俩要一个通宵 后来我说 这公司要干成 我们俩得做一双千亿的公司 我们俩早上就不睡觉 特别兴奋 说找教授 我们俩有个想法 找你聊聊 你看行不行 我们讲 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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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小时 教授 我说这事不是你们能干的 是我们支付宝能干的 然后支付宝真的就干了 对啊 所以这就一盆冷水 给我们泼了下来 对吧 我就很清楚地知道了 这是你不能干的 对 我不能干 就反正想法很多 对我们来说 想法根本就不是问题 你跟我们讲一讲 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创业一路走到今天 你当时有没有过 绝望的时刻 说这事我不玩了 我再回加拿大 数叶子去 有这样的时刻吗 有经常 创业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让你人生很丰富 早晨充满了希望出的门 遇到一点事呢 你就觉得毫无希望了 然后恨不得都想死了 晚上呢 这个硬了头皮回了家 然后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你又满血复活了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 说是那创业者是不会自杀的 因为他常常会自我催眠的 自我安慰的 创业者是经常不想活 就是不敢死 其实死是一件 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你如果你连死都不怕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对 就是一道如果不做 离开以后 接下来你选择的 选自己喜欢的情怀的行业 还是说要进入一个 符合市场规律的 这么一个产业 我觉得这两者 他本身不是对立的 在中国的现实 我们应该去做一个 有情怀的野蛮人 不野蛮无以生存 无情怀不以长远 谢谢 因为情怀 所以坚持初心走到今天 因为还是有野蛮的气质 所以跌打滚爬 几次逼到悬崖边上 几次死里逃生 我不知道一道 对你的人生来说 有多重要 但是无论你未来的人生里 有没有异道 我觉得你的人生航向 应该是很坚定的 在这里我也祝福你 谢谢 严谓你加油 来 西班牙黄世拥有 费地斯 特技出炸橄榄油 费地斯 他其实不仅炸猪刚好 生吃更好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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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周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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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在座的周遇 谢谢极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 谢谢 感谢东方企业家 新浪微博新浪财新 中心网大声网 优优独 爱奇艺搜独视频 PPTV华树 星天FM 喜马拉雅FM 凤凰F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